由沈阳新民市人民法院创设的乡村振兴专业化法庭今天正式成立,并受理了第一件标的额超过一千万元的诉讼。 乡村振兴专业化法庭创新采用一个专业化法庭加五个派出法庭加综合审判的新模式,有效破解以往申诉案件和上诉案件同案不同判现象。